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断变化的用户需求和新技术实现了新颖的驾驶舱内部人机界面设计 在过去的几年中 汽车显示器的尺寸和数量都在增加 数字显示的仪表快速增长 空调控制显示 数字显示镜包括后视镜和侧视镜 乘客侧的显示器 几乎覆盖每个表面的显示器已经将舱内体验 转变为身临其境的数字体验 为驾驶员和乘客提供信息娱乐服务 在全球著名的几家T21汽车电子供应商工作的每天集中 我亲身经历和感受了汽车显示器发展的过程和趋势 从目前量产的车辆来看 保时捷胎看以47英寸的总推角线实测显示器面积领先市场 其中包括一个大型的16.8英寸弯曲数字组合仪表 两个10.9英寸中央显示器和乘客侧显示屏 以及8.4英寸触摸屏空调控制显示屏 保时捷采用了通过布置多个显示屏来创造大型视觉体验的方式 而目前汽车领域正在出现一些新兴的趋势 我们下面逐一讨论 首先是汽车仪表现代化 汽车驾驶室内的显示器 最常见的应用和配置呢 是非常传统的 包括数字仪表和专用的中央显示器 对于汽车制造商而言 这种配置的策略是非常经济高效的 既可以为客户提供更多的数字化体验 同时又可以为驾驶员保留符合传统习惯的 可能会分散注意力的一些信息 这也是一种容易执行的解决方案 可以让汽车制造商在同一种类似的设计中 用数字显示器替代传统的模拟组合仪表 这种组合仪表现代化的趋势 首先开始于高配置车型 逐渐渗透到中档和标准配置的车型上 实际应用中的一个例子呢 就是大众汽车VW的12.3寸数字仪表 目前这款仪表在该公司的美国和欧洲车型中开始使用 包括Golf Jetta T管 Passat Arteon和Atlas 在欧洲可以在Polo和T-Rug等这个小型车上面 找到这个显示器的11.7寸的版本 IHS Market的预测 从2020年到2026年 数字仪表的安装率将从1,150万台增加到3,190万台 或者说从轻型乘用车市场的16.5%增长到34.1% 第二个趋势就是超大显示屏 或者叫做超大组合显示屏 把传统仪表盘和中央显示器所占据的位置 合并为一个大显示器 可以更加容易的 更加个性化的 展示自身区别于竞争对手的品牌特质 在高端的汽车市场中 技术创新通常是消费者购买决策中 极为重要的一个因素 通过在2020款的奔驰S级仪标板上的一块玻璃下 安装两个12.3英寸的显示器 来创造单个大型显示器的效果 戴姆勒奔驰一直是这个领域的先锋 这种显示策略已经得到广泛推广 比如说在2020款的奔驰一级轿车 GLA GLE GLS SUV上面 这种方式都得到了应用 电动汽车初创公司 拜腾 在他的概念车 M-BITE的开发当中 也采用了更大的 从A柱到A柱尺寸高达48英寸的显示器 对于组合仪表和中央显示器的用户体验 不同的制造商采取了不同的方法 与戴姆勒奔驰和新上市的凯贝拉克的ESCALATE不同 TESLA选择在Model 3和Model Y的仪表板中央 放置单个横置的显示器 虽然这可以为驾驶员开阔车辆前方的视线 但是在检查诸如车速或者是AIDAS功能之类的信息的时候 也会使驾驶员的视线远离道路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策略在显示硬件和其他相关的硬件软件的效率方面 具有非常可观的成本优势 汽车显示器的增长不仅限于高端细分市场 一些相对低端的车型 诸如2021款的奇亚 SOL和Teluride 他们选择了10.25寸的显示器 2021款的丰田Prius 2021款的斯巴鲁Outback和Legacy 都选择了11.6寸的显示器 而2021款的福特Edge 则采用了12寸的显示器 他们用这些相对比较大的显示器 来吸引技术品感性的购买者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 在2020年 7到8英寸的显示器 占到汽车中央显示器市场的大约61% 9寸和更大尺寸的显示器 将占据市场的27%以上 到2026年9寸的显示器 将要占据9%的市场份额 而大型显示器 当然大型显示器 前面提到过将近有大概3400万的 将占据中央显示器市场的41% 在同一时间范围内 预计15英寸显示器的量 将会增加三倍 达到150万台左右 第三个趋势是 身临其境的视觉显示 电动汽车一直走在 汽车驾驶室数字化转型潮流的最前沿 具有四个显示屏的保时捷Taycan 五个显示屏的Byte M-Byte 和五个显示屏的奥迪Etra 已经奠定了在显示技术日趋普及的时代 视觉信息 森林其境式体验的基础 从A柱测试显示镜到专用乘客显示器的出现 这些车辆 展示了显示器在车内能够达到的巅峰体验 尤其是在成本不是那么重要的情况下 显示器生产规模的扩大 也为在更低端的汽车上应用更大更多的显示器 创造了迅速推广的可能性 在2019年 本田发布了注重控制成本 专注于城市交通的本田E 本田E仪标板上布置了五个显示器 并配有数字后视镜 这辆车可以算是显示器应用 由高端向低端扩展的典型代表 随着在未来几年推出新的车辆 预计车载显示器数量的增加也会随之而来 通常是从专用的空调控制显示器和数字后视镜开始 无论是采用哪一种动力总成的技术 过去几年来 我们在车辆中可以观察到 显示器的像素数量均以显著变大 并且有望持续保持上升的趋势 从而导致车用显示器的尺寸和数量明显增加 今天我们已经能够在仪表板上 后视镜中A柱中找到显示器 也能在前后和顶置控制面板上 后排乘客的前排座椅靠背上 投射在封挡玻璃上 甚至在方向盘上发现显示器 汽车设计师甚至在寻找为显示面板 嵌入到汽车所有内表面的方法 这些变化一定会对消费者未来 对汽车的体验产生深远的影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